为期两天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中午在多哈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则在椭圆形办公室 回应了停火谈判 当天英国和法国外长访问耶路撒冷 并与以色列外长会晤 英法的共识是 是时候结束战争并释放人质了 战火纷飞炮火四期 加沙的战火仍在持续 以色列军方周五投放船单 向加沙南部地区发出撤离命令 接下来乙军将对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 作出回应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 在周四表示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乙军在加沙地区消灭了 一万七千多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接下来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谈判官员 在开罗继续停火谈判 美国国务院周五宣布 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周六前往以色列 致力于敲定停火协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 明镜与优独立马上 明镜与优独播剂 明镜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